寶大元大的審核機制是不是很機車 我必須跟你講它是一個心臟比較小的銀行 所以它在審核申請性能的話 它其實才是有它一定的程序在 包括我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辦元大賺金卡 我也是被reject掉的 我是沒有拿到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更小當太急 我就覺得你怎麼可以不合卡給我 然後我就打電話進去聯 但是我跟你講你打電話進去聯沒有用 因為他們就是不會給你 所以後來我就摸鼻子就算 那沒有就算了 那當然在當年大概四年前 那個元大賺金卡是很厲害的 那現在的話就是不怎麼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你瞧不起我太好了 那我就繼續努力的賺錢 我繼續努力累積我的薪資 那我辦年之後再來試一次 果不起來我辦年之後我就辦過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挑戰銀行的這個 辦卡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如果您自己這張卡片 這家銀行辦不下沒有關係 您可以隔三個月 或者是半年之後再來挑戰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元大手刷也很爛 現場易講 其實元大銀行他的手刷禮 我記得我那時候辦的話 好像沒有任何的手刷禮 因為他的手刷禮 給你最好的就是他的高額現金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要去辦 所以他就篩建了 如果你不是在第一時間去申請辦卡的部分 你要拿到卡片可能都要四個一半 然後就是一個月以後 那時候你的心早就冷掉啊 你怎麼可能想要就是 就是 因為那時候說沒有更厲害的卡出來 你可能也是對這張卡 你沒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 銀行人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你再發卡的速度也要快 因為你發達的速度不快的話 其實消費者 也會再次發卡的速度才能 好 所以我們要求是 你呢 但是我們要去哪一個人